女人是感性的,也是情绪上的动物,所以女人对于爱情都不会想太多,只会跟着自己的感觉走。 爱一个女人,要懂得讨女人欢心,懂得调情才行。 太过直白木讷的爱,女人是不会喜欢的。 女人身上的敏感部位,只会让她爱的人触碰,爱抚。 在男女确定关系的情况下,女人身上这几个地方,被抚摸的时候,她们会有被爱和被疼惜的感觉,最容易动情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女性最喜欢被抚摸的部位,尤其是第四个,最是让女人敏感,易动情,OE颈部触觉提升温度,90%的女性喜欢身体的某一特殊部位被触摸。 每个女人常会有自己独特的敏感区域,像耳根后面,发根触。 博耿等部位,触觉刺激还促使女性身体里分泌大量荷尔蒙,这些荷尔蒙促进血液循环和泪液分泌,使女人的双颊出现动人的红韵,双眸受到滋润显得水汪汪的,平添妩媚。 零二被部触觉随性而至,对女人来说,脊背默默地造就了S型曲线的根基。 眼脊柱两侧下降,肋骨与腰际间隐藏着很多的奥秘。 这里的神经末梢是高于身体其他部位的,被抚摸时反应也更强烈。 通常,一个人抚摸另一个人的背部都是起到一种安慰的作用,对方遇到了伤心事情,难过想哭了,都会抚摸他的背部。 你们在一起,当女人难过的时候,男人可以抚摸他的背部,缓解他此时此刻的压抑感。 欧三臀部触觉感情增温,女人的臀部都很隐私,而且对于一般的男人都不会让他们去触碰。 但是,在你们两个确定关系的情况下,他顶多就是抗拒一下,不会太用力地推开你, 多抚摸女人这里,女人的情绪就会被你调动,自然而然就会更加依赖你,更加地爱你。 并且,他觉得自己的对象触碰他,是对自己身材特别地认可,女人也会对自己的对象增添好感,而且臀部是一个女人比较刺激的地方。 零四腹部触觉情感高潮,小腹是女人比较爱惜的部位,一旦她同意,你去抚摸,代表两人的恋情更进一步。 腹骨钩以及肚脐是女人渴望得到抚摸的重点部位。 90%的女性认为自己的小腹坠肉太多,却只有2%的男人持同样的观点。 不妨抛开顾虑,是着掉暗灯光,拿起她的手放在你身体最喜欢的部位,暗示她你希望得到更多爱意,然后用心去体验肌肤的奇妙感觉。 你会发现触觉常常会成为意想不到的情感催化剂。 2.搞定中年女人,只需经历这三步,她便会对你动心,人要对自己诚实,爱情没有红绿灯,不会告诉你何时该走。 何时该停,只能凭直觉勇敢地走下去。 站在感情的十字路口,很多人都迷失了方向,不知道要如何选择,一方面爱到无法自拔,一方面又无法忽视中间的问题,总是企图在找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。 而有的人,明明是爱到了骨子里,但却始终不得要领,没有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,也错失了最佳的时机,眼睁睁地看着爱人扑进其他男人的怀里。 回过头去看那些在爱情中游刃有余的男人们,往往他们在怀有一颗真心的同时,更会抓住女人的小心思,这样才能轻而易举攻占他们的心。 有人说,搞定女人难,搞定中年女人更难,其实不是的,如果你想要搞定中年女人的话,只需要经历这三步,她便会对你动心。 灵妖温柔,什么样的男人最能打动中年女人的心?那一定不是长相帅气的,而是性格温柔的。 因为对于一个中年女人来说,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年龄,过往也肯定经历过不少感情,所以不会再像小女生那样,过分关注男人的外表,而是会更关注男人的内在。 一个温柔男人的魅力是肉眼可见的,女人摔倒了,她不仅会主动将对方扶起来,还会帮她拍去身上的尘土,在女人遇到困难和委屈时, 她们总是会温声细语地安慰你,让女人的心忍不住被融化。 对于一个中年女人来说,在轰轰烈烈和细水长流的感情中,多半都会选择后者,而能给她们带来这样安慰又安心生活的男人。 基本上都是性格温柔的。 和这样的男人谈感情,女人会得到绝对的忠诚,和这样的男人谈生活,女人会得到想要的温暖和舒适。 02成熟,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,绝对不是年龄而已,很多人都以为40岁的男人就一定会比20岁的男人更成熟。 事实上,可能40岁的男人和20岁的男人一样不着调,自己都还没有活明白,日子是过一天算一天,不计较过去也不期盼未来,只要当下生活的愉悦就好。 其实,注重当下并没有错,但如果当下的快乐是建立在日后的悲苦之上,那么这种快乐还能被称得上快乐吗? 对于女人来说,尤其是中年女人,她们已经没有了少女时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,更在乎的是生活的本质,她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肩膀,给她们一个幸福的未来。 很显然,如果是不成熟的男人,势必是无法满足她们的需求。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,你可以人性妄为,获得一份轰轰烈烈的感情经历,但你的未来一定不是在她们的身上,所以男人的成熟是极其重要的。 因为,在成熟的背后,往往隐藏的是女人对未来的期待,如果连这点希望都没有了,那两个人又何必要在一起呢? 03,经济保障,只要一提起经济问题,很多男人都会给女人冠上物质的帽子,但事实上,在谈经济的又何尝只有女人? 很多男人在找对象的时候,也会参考对方的经济问题,毕竟大家理想的伴侣,不仅是在精神上可以给予满足,同时在物质上也不会过于依赖自己,彼此可以达到相互扶持,势均力敌的状态。 有这样想法的人,顶多只能用现实来形容。 而人现实一点本身也没什么错,毕竟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现实。 中年女人在经历过各种不够现实的失败感情经历后,自然也会变得现实起来,不论是感情还是生活,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,因为她们也会希望今后的爱人是可以给自己提供经济保障的。 而不是人到中年,还得想办法努力赚钱养家,弥补男人在经济上的不足,甚至是男人要依靠他们生活,这种感觉是极其不好的。 也是绝大多数女人都非常排斥的。 别等伤了再去安慰,忽冷忽热谁受得起,别等离开了才知道珍惜,这世界无法制造后悔药。 别等心碎了再拿欠一拼凑,伤透了的心无法重新愈合,别等人都不在了才知道对方的好。 有个令人尴尬的词,叫做为时已晚。 当你发现这个女人的确就是你想要携手终身的那个人,千万不要嫌麻烦,也不要觉得如果对方真的爱你,不管你什么样他们都不会离开。 这样的鸡汤看得多了,只会让你错失真正适合的人,没有谁的本来面目是完美的,也不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喜欢。 而爱情有的时候就在于,你愿意将自己变成能够和对方契合的那个人,不用从本质上改变,但也要有这样改变的态度。 生活不易,爱情不易,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珍惜。 三,想要追求到中年女人,说情话不管用,不妨用这些方式讨她欢心,可能在有些人看来,一些三四十岁比较成熟的女人们男人们,在追求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一点,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 不管是在人生的经历上面,还是爱情方面,她们的经历都会更加的丰富一点。 还有年龄和想法也会比一般女生更加的成熟。 说情话,这种套路对她们显然是不管用的,对待中年女人,你不妨用以下方式来撩动她的心,让她离不开你。 01,先要深入她的心,为她分忧解难,你若是想去追一个中年女人的话,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了解她现在心里在想什么, 每天都可以陪她去聊天,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,在她心情烦躁的时候逗她开心,在她难过的时候去安慰她,若是你能让她对你产生兴趣,并且觉得自己好像离不开你了,那么就算是成功了一半了。 02,给她十足的安全感,优秀的中年女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,可她的内心永远都渴望爱和安定。 她们有些人上的厅堂下的厨房,家里的体力活可以自己搞定,出门在外的攻略也会做得尽善尽美。 但是,如果身边有了一个强大的男人,她们也会秒变小公主,希望世事都能有所依赖,她们需要的不是你的甜言蜜语,而是你具体可行的男友力。 03,给予她婚姻,女人到了中年,就会变得很务实,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再喜欢风花学月了,而是想要一个温暖安稳的家。 所以,男人如果是真心地爱一个中年女人,就要直截了当地证明你会给予她婚姻,对她是一百个真心。 当你把自己的婚姻放在她的手上,什么时候结婚都听她的,女人自然会知道你真挚的爱,被你撩到心动。 中年女人经历过情商,也付出过大大小小的代价,爱情的酸甜苦辣都已品尝过。 可能物质生活上,她们已经能自己自足,内里也不再脆弱如玻璃心,她们需要的男人是真诚可靠的。 不会在感情上敷衍了事的人,即使她一直很坚强,但仍然缺乏强有力的臂膀,请给她一个停泊和栖息的港湾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